为了提供弱势家庭学生进入大学的机会 明年有部分的大学在个人申请入学的管道提供特别的名额 包括私立进一大学首创类繁星制度 提供了两百多个名额 学生只要在学校的成绩是前百分之五十 并且符合各系学策的门槛 不需要第二阶段面试可以直接被录取 另外国立清华大学也首度在大一不分系招生 提供了八个蓄日组的名额 大学繁星计划办理六年 让优秀的偏乡与社区高中孩子也能进入大学 明年开始更有大学在个人申请管道 特别针对社经地位弱势学生提供入学机会 位于台中的敬仪大学首创类繁星 学生在校成绩达前百分之五十 符合各系学策门槛 不需第二阶段面试就能被录取 总共有两百二十七个名额 弱势的孩子他不像一般的孩子 有很多的机会去做很多很多的体验 比方说比赛啊 比方说出国去游学啊 那些量力他都没有 所以呢我们是希望 我们就把这样的门槛就不要了 清华大学除了延续多年来 在个人升起美学系 优先录取一名低收入户学生制度 明年也在大一部分析招生增设 旭日组八个名额 透过第一阶段调降学策门槛 以及第二阶段学策所占的比率 希望招收到学习动机强烈的学生 交大则是在个人升起入学 优先录取三十四名低收入户考生 比今年增加四名 而南台湾的中山大学扩大办理南星计划 提供76个名额给经济社会弱势学生 而教育部也年以续日计划 希望后年接受鼎大补助十二所大学 都能加入照顾更多有潜力的弱势学生 这条沈志明台北报道